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那么最近美国政府公布了2024年6月的绿卡排期 我们看到职业移民DB123类别排期基本没有变动 亲属移民尤其是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F2A类别 Final Action Date有一定的前进 总体来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美国绿卡排期前进相对比较缓慢 我们来分析一下,然后也提供此后的展望 一个从大的形势来说,这个僧多周少 总体美国的经济形势、就业形势在发达国家里面相对是比较好的 对于中产阶级还要考虑到其他方面的生活质量 然后整个的发展机会等等 美国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那是发达国家里面人口最多的,也是世界最大的移民国家 从这些角度有优势 再比如和加拿大相比,现在大家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到加拿大新移民有的时候工作相对不好找 但是加拿大房价很高,和年收入的比例当然可能还没有中国这样的悬殊 但是可能比美国很多其他地方都有更高 那在美国内部,我们可能听说过 比如说像一些大公司,像Amazon等等 现在就宣布,至少今年以内就停止再办PRM了 对吧,那么也有更多的人 因此联系我们,提到说想要办NIW或者是办EB1 其他一些公司,比如像在TikTok等等工作的人 因为公司本身的前途问题,也遇到有这样的考虑 所以总体来说,想办理美国移民的人数量比以前更多 相应的绿卡排期也可能看起来比以前更慢一些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看一下比如前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现在比如说EB1排期排到2022年的下半年和2023年初 EB2排到2020年,EB3排到2020和2021年 那么202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大家都记得 那个时候疫情刚刚发生,然后有很多人因此 比如说当时改变了移民的想法 或者那个时候因为工作的原因,申请的人比较少 所以排期相应的也就比较快的跳过了2020年初的阶段 那么反过来当时在那个时候如果能够提交移民申请的人 后来在排期方面就处于相对比较有利的因素 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条contrary,如果从股市投资这个角度来说 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把握这方面的机会 那现在美国政府维持了高利率时间比较长 或者说是美联储严格来说是不算是政府机构 但是在当前这个利率形势下,美国的就业出现了放缓 接下来也可能会有经济放缓或者萧条这方面的情况 那反过来说,像这样,那么新来到美国的职业移民人数可能就会减少 那相应的能力卡排期就可能会加快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在经济萧条期间 你要保持合适的工作,稳定的工作,身份等等 这个可能又不容易 所以这个当然也是一对矛盾 这方面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总体来说,大家知道 比如根据AC21入 你只要比如对于职业移民I140批准了 那么H1B可以一直延期下去 那这个怎样类比呢 如果你到银行或者到其他地方办事 它有一个发号机器 你可以先拿一个号 如果你的140得到了批准 优先日期就等于有这个号码 那么接下来在等待 你中间,像我们讲的马照跑,舞蹈跳 你中间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可以不影响你在办理率卡的排队队伍里面的位置 哪怕等的时间稍微长一些 140批准了 你还可以继续用工作签证在美国工作 那么哪怕要离开美国 如果你办的是NIWEB1A 也可以不影响绿卡 或者如果雇主继续支持你的绿卡申请 也可以继续办下去 所以总体来说 过去几个月绿卡排期前进相对比较缓慢 我们也分析了这方面背后的原因 那么今后的展望呢 除非出现比较大的这个经济萧条 那么绿卡排期呢 可能前进速度也还会比较慢 当然在新的财政年度开始 10月1号以后呢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前进 那么美国移民法会不会有大的改动呢 我们已经回答过很多次啊 那到现在呢 移民法大的框架 过去很多年一直也没有改 因为各方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 我们估计呢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 移民法本身 包括名额等等 可能不会有大的变化 那么绿卡排期呢 也就是一个缓慢前进的态势 对于个人来说呢 你可以提前布局 较早的拿到优先日期 接下来呢 想在门里面等 或者说你先有一个号码 就可以比较放心 好 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